你们选谁 我选卡卡 我选熊孩子 我选妮妮 那我选图佐 早选熊妹的身份是孩子 小辈大宝的身份是大人 太好了 除妮武器 天 我们赢了 游戏时针到即将下线 怎么这么快 因为你们是小孩 玩游戏是有时间限制的 是吗 怎么能这样 我不要下线 太好了 这下变成我们赢了 让大人真好 但小孩一点也不好玩 小精灵快把我变成大人吧 熊妹 其实大人也有很多烦恼的 我不敢 我就要变成大人 既然你决定了 那我就满足你了 精灵之力 太好了 我是大人了 终于可以随便玩儿戏了 今天的作业是 莫写生词两遍 写数学类习册五页 小雪 回家认真写作业 明天去的交给我 我知道了 哼哼 大人大人也太好了 竟然不用写作业 小雪姐姐 这就是你说的 大人大人的烦恼吗 熊妹 我没有骗你 你还是赶紧变回来吧 别听小雪的 没人喜欢当小孩 不信你问问大家 小朋友们 你们想当大人还是小孩子 快告诉我吧 熊妹你看 大家都一起很当大人 本来真的是这样 小雪姐姐 你自己学习吧 我们要去玩儿了 大家怎么不听我的话呢 小精灵 为什么不让我们出去玩儿 小雪快回家了 你们作为大人 要给他提供 舒适的生活环境 小贝 你就做饭 什么 我不要 熊妹 你去洗衣服 我还没洗过衣服呢 大宝 你去拖地 我不会拖地 不会就去学 这是生威大人应该做的 现在离房区还有三十分钟 你们要在小雪回来之前 把这些都干完 什么 这怎么可能 小贝 大宝哥哥 我们还是赶紧开始吧 怎么这么倒霉啊 夏里怎么变成这样了 这是我拖的地 你看 赶紧吧 什么感觉 比之前更糟了 不可能 是你可做了 小雪 快尝尝 这是我做的红烧肉 能变成黑色了 能吃吗 当然能吃了 不信你看 好难吃 我的衣服怎么破了 小雪姐姐对不起 我洗衣服的时候 用的力气太大了 没事 我不怪你 谢谢你们帮我做家伙 快去休息吧 你们不许走 为什么 你安排的事 我们都做完了 作为大人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们还没有做 是什么 辅导孩子写作业 什么 小雪的成绩比我们很好 根本不需要我们辅导 是啊 小雪零 还是让他们去睡觉吧 不行 必须辅导 在完成这件事之前 不许睡觉 哇 怎么能这样 当大人好难呀 我想变回小孩子 我也不想当大人了 小雪零 你快把我们变回来吧 小朋友们 你们说 我要不要把他们 变回小孩子呢 欢迎在评论区 留言告诉我 我听你们的 小朋友们 快帮帮我们吧